他沒有點名是誰 是很多嗎 不曉得不曉得有沒有加S 他想操作藍綠對立 可是我覺得這一次他會註定失敗 為什麼 因為這是學運的組成的分子 你去看他 你去看他們的背景 光我在現場我個人的田野調查 除了吳徵大家知道 有一個國三的小朋友 他爸爸是警備總部退伍的 你知道警備總部那個夠籃吧 政藍 戒嚴時期警備總部 有很多是來自外省家庭 甚至是長期支持 國民黨的家庭的小孩子都出來了 所以這一次的學運 我們不要講主要領導幹部 就這些參加在那邊靜坐 甚至上街頭的這些人 他的結構 你如果用很傳統的藍綠板塊來看 我覺得他是超越藍綠的 所以你這時候再去操作這個東西 註定會失敗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那個接 不要講階級 是階級沒錯 那個階級的流動的路線沒有了 被斷掉了 斷掉了 OK 你在這個階級 你要翻身的時候變得困難 這種流動變困難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壓力鍋會產生 你剛剛講說 我補充一下 你就是說未來的小孩22K 其實我已經有遇過 爸爸的工作都非常的好 OK 也都有公司 他們的小孩也都讀很好的學校那些 那我就說 那你們將來讀那麼多 回來也不過是這樣 他說 我已經工作都幫他找好了 我說 哇 你怎麼這麼厲害 工作都幫他找好了 因為很簡單 我的女兒去你公司上班 你的兒子來我公司上班 這是他們將來的工作 OK 因為大家都家大業大都已經固定了 給你一個工作機會難嗎 不難 一點都不難 這樣階級還是沒有流動 因為我還要講一次 我把他剛講的那個事情 在年輕人的世界他們怎麼說 他說這個是世代不正義 那戰後的嬰兒潮在高科技這一代 得到很多的果實 包括金融操作 那現在年輕人是貧窮化 看不到未來 那兩岸的福茂 以後得利的總是少數的財團 所以年輕人他們在挑戰的是 這個崩世代挑戰的其實是一個 階級的不正義 世代的不正義 那這個不正義是超越藍綠的啦 坦白講 那為什麼馬英九沒有給大家未來 因為他就把這個中國化 當作全球化 他說你們不要怕競爭 其實年輕人不怕競爭 他們並不害怕全球化 他們比我們更適應全球化 他們比我們更懂得這些工具 我跟你講大陸的台商 聽到我們台灣的官員講說 你們將來可以去大陸賺52K 真的笑到牙都崩了 還沒有想笑到大牙 大牙還只笑掉一顆 他是笑到整副牙都崩了 憑什麼 在那個立法院內外的人 沒有人能拿這種手機的 對 沒有人拿這種手機的 都是智慧型手機 不是這一桌 只用我拿這個手機而已 請問一下 那個是誰拿的 我 老人家 老人家 拿智慧型手機的這個家庭的 射精地位 你至少要供應它 要免費上網 才能每天這樣滑滑滑 要不要一定的中上階級 要不要這些都是中產階級以上的 這是以前最支持馬英九的那塊 它不是藍綠 如果沒有看清這一塊 腦袋沒有這樣子打鐵打個洞 而是不行的 你去看 每個不是拿的iPad 每個不是拿的iPhone 不是拿的都在那邊滑 他們叫滑世代 是不是 那這裡面 你起碼要供給它每個月 免費上網要多少錢 然後打電話要多少錢 那個錢都不是小數目 那請問一下 能夠有飯吃 還能夠有給小孩子這個樣子 請問它不是中產階級以上嗎 那今天出來反抗的 就是中產階級以上的這些人 他自己有個位置 我剛剛已經講了 每個大爸爸媽媽可能有個位置 自己還可以過得去 也許還領18% 但是他的小孩呢 他不能靠爸靠媽媽 有一天老人會死 這個人怎麼辦 來… 洪一你剛剛問的問題 我幫你做個答案好不好 這一次的運動好了 你其實那些都講 真正的問題是反馬 你剛剛問說外省接… 就是說我也會接觸到一些 基本上是反馬 所以你說剛剛竟然說就是那個人 這個人也是說就是那個人 其實真的問題就是馬英九 因為他很剛閉自信 然後我剛剛講 他一路就這樣順風 他沒有剛閉自用 他都只聽一個人 然後因為那個人給他灌輸說 你這樣做是對 所以他就認為是對 所以他今天意義不行的結果 其實社會整個氛圍 包括國民黨內部 但是你說那些人 是不是反國民黨未必 但是反馬是百分之百 是 編姐這個我老實說 我都尊重了 大部分也都同意 我覺得這邊的運動 成員 目的都有一些 有一點點不同 有些人擔心主權 對 有些人擔心民主 有些人擔心自己的未來前途 這樣 那其實也都有點像 可是我是看到馬總統他講說 要反省 連我自己都要反省 黨也要反省 我是從哪裡看到他真的講屁話 你知道嗎 你剛剛講的幾個項目 都是他製造出來的問題 因為今天台大國際法的教授 叫姜黃池 你知道那種法律最厲害了吧 對 他說你是把我們動作狗喔 對 彌猴 你把我們動作狗嗎 台灣都不滿嗎 台灣人嗎 台灣人嗎 他說怎麼說 他說你那個行政院版的監督條例 非法律者 這個 就變成行政命令 變成行政命令 也就是說非法律跟非法律 有你認定 有你認定 再來是 如果是法律者要審查 可是審查超過三個月 那就算是自動生效 得延長一次 就六個月就自動生效 你是把我們動作狗嗎 所以我說 從他講的什麼 跟王金平送橄欖枝 到法律的修訂 他跟要學子對話 你以為他真要反省啊 這個人 侯怡 現在的最高檢察署的 主任檢察官是誰 黃世民 你有說他有在地橄欖枝嗎 他做得很清楚 他還在講大是大非 我一定要告你 我整個的訴訟在走 我的政務照推 意思說你要被我告 你還是要聽我話 這是他的橄欖枝啊 那這個 當初大家說 不然就下台 結果呢 沒有社會觀感嗎 當然有社會觀感 那為什麼有社會觀感 他還要給他做一個 最高檢察署的主任檢察官 讓他能夠做到退休 然後應該領他的這個退休分 為什麼可以這樣做呢 所以你在講 他所有做的一切 是他的意志為最大意志去做 然後表面上講了一大堆 現在大家看到的 就是謊言治國嘛 來 我們先休息禁聞告 請問我要問一下 黨技術會面追法院嗎 新聞發話話 你們這個蘇貞昌 拜託你們這樣說不對 蘇貞昌是你做行政院長 你做新聞局長 你做發言人 你做發言人 對 沒有 新聞局長 新聞局長 新聞局長兼發言人 但小英也是有找你做發言人 我一直當發言人 蘇跟蔡我都熟啦 那這次學運 其實是政治大地震 這個斷層很大 那不是說馬英九 被這個地震海嘯淹沒掉而已 民進黨也遇到很大的衝擊 我想最新的民意 最新的聲音要聽得到 那我覺得當然蘇主席就選擇退場 不當黨主席 那謝長廷也選擇退場 所以小英要重新上場 那這個變化當然是滿大的 大家認為說有點意外有點戲劇 不過以我對蘇貞昌的瞭解 那他通常是一個關鍵時刻 這敢做決斷的人 上次選總統初選 在第一階段 黨員投票產生之後 他第一個就說 我接受結果 我進入二階段 差一點點 差距非常小 那他認為說 我是現任的行政院長 我不能過關 那我就放棄 所以他是大事情商 是真的能夠進退 那現在有人在說 他選新北市還是桃園 當然也有這個聲音 有講台北市說台北市 新北市說新北市 我們桃園也有說桃園 那 不過我們苗栗的就要去苗栗 沒有 也有一個人建議說 蘇貞昌選苗栗或者是花蓮 然後謝長廷也選 最難的地方 最艱困 謝長廷選苗栗 因為謝長廷常常講說 像苗栗怎麼可以容忍 劉正宏這樣的人 那民進黨竟然推不出的人 挑戰他 這是個荒謬 那當然也有人這樣說 不過我想 蘇主席個人的立場 我告訴你 謝長廷叫你極極今天去選苗栗 也不錯啊 對 好事啊 因為劉正宏 劉正宏這樣的政治人物 竟然還能夠被 民進黨推不出的人 跟他競爭 那當然是 是一個離譜的事情 坦白講 那你們終於覺得 當然是這樣的事情 那我 對我來講 我是覺得 其實 他們都是經過大風大浪 30幾歲 他們都當美麗島的辯護律師 當年當辯護律師 跟判斷犯一線之隔 沒錯 那當年在 這個從街頭到議堂 從在野到執政 這過程他們都看過了 坦白講 我覺得對這個黨 他們應該是有感情的啦 他也知道說 假如說我們黨不能夠 大策大悟 來面對這個公民力量的崛起 面對這個年輕世代的要求 如果很多人一直拱束正常 選新北市 他會不會出來 當然現在是提名 游錫坤嘛 那除非說 游主席 游院長他不選了 這個情況才會發生 因為我們提名機制完成 那也是千歲跟千歲交換而已啊 但也不要說 我是這樣覺得 老中青三代 我心裡面當然也有這種想法 以後我們也會被交替掉 我們現在是40來歲 這五年級生嘛 看科學小飛俠這個世代 這個也有可能被交替 但是我在想 這個是正常的 你看Michael Jordan 可能永遠打籃球嗎 這個選手偶爾要當教練 這是 不過教練也久了會當老闆 所以這個不一定啦 所以這角色的轉換是必然的 沒有永遠讓他們站在第一線 這樣的道理 我覺得年輕人 不是說要逼退任何人啦 我覺得年輕人 他對這事情想法就是說 很自然形成一個交替的力量 我覺得手前衷 是你們也沒有什麼歷練 或者是培養新的人能夠上來的 但是我覺得 終生在接班這個說法裡面 目前 因為政治也是要自然形成 我覺得民進黨的這些 老中青三代也是要想說 這個黨是不是有點鈍化 這個黨是不是有思考上 行動上的這種被剝毒訓練 覺得很多事情我們不方便做 不敢去做 我覺得學生他很大膽想像 像我在看現場 學生處理內部衝突 他就那你就上來講 身材有個大長話的問他 讓你大明大放 他意思是說 我們這個團體 有很多衝突是正常的 你看有幾個衝突 要不要站行政院 內部有很多不同意見 可是當這事情發生的時候 議場的學生是說 他們的訴求跟我們一樣 他們是我兄弟 他們不應該被鎮壓 學生處理比較成熟 第二個留行政院 留立法院持續抗議 以及最後要退場 還有包括去中正義分學 路過的事情 學生團體有不同意見 我覺得他們這群學生